越來關注的是中國和澳洲的關係緊繃 中國對澳洲的葡萄酒 課徵返傾銷稅 許多國家紛紛的力挺澳洲 發起了購買澳洲葡萄酒的活動 而總統蔡英文在上午接見了澳洲駐台代表 高一瑞也談到了這個葡萄酒 澳洲的葡萄酒一向享譽國際 不過最近特別受歡迎 我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各種品牌的澳洲葡萄酒 現在全世界都重新發現更多的澳洲葡萄酒了 總統也表示不只澳洲葡萄酒 在台灣很受到歡迎 在整體農業產品跟食品方面 澳洲也是台灣的第四大供應國 去年我們的雙邊貿易額度 創下200億澳幣的歷史新高 希望台澳之間能夠洽遷經濟合作協定 持續加深雙方的夥伴關係